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同样都是我们今天在讲词的词 我们的经历见证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所说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并非你们的意念 你们的道路并非我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 也让我们提认到神所定义今天的主题是时间与机会 这真的不是我们人所能盘算或计划的 对 我从小其实脑都存在一个充满爱的基督徒家会里面 但从当中我觉得我获得的幸福感 我好像除了自己的家庭跟主耶稣以外 我根本不需要任何东西 那所以但是偏偏就是这一份偏执 当我真的面对我家人的离世的时候 我受到非常大的打击 那因为其实那时候我最 所以其实我外工作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好好的面对我这一份伤痛 那我反而让这一份偏执 就是很好 我就是好好的如今 我认识主耶稣 那我在主屋里面有个做工 那这样子就是这一个 因为我相信主屋里面有个东西 他说他要自己来代替 那但是我却自以为意 把这件事情给求整成 我只要不想要 就是既然把我所爱的东西拿走了 那主要用自己来代替我 所以我多做主工 我没有为自己着想 我就可以过一个很开心的生活 人生生活了 我也是在江湖中长大 一路都很遵守社会的期待 一定要长大 然后研究所毕业的时候 我就规划 我就是上班几年 然后事业上有一点点 就还经历 上班几年之后呢 我就28岁我要结婚 30岁我要生小孩 然后但是呢 现实跟理想完全不一样 30岁的时候 我在事业上 没有什么特别成就 感情生活 ZERO 后来呢我就疯狂投入工作 然后教学 行政 专业经济 然后同时我恢复聚会的生活 然后参加庆祀小孩 参加儿童扶事 我就想说 我是不是把自己 放在很多基督徒的里面啊 然后我就可以 跟很多人注意到 然后我这样会遇到很多 基督徒的弟兄 结果呢 我一起聚会的单身姊妹都结婚了 然后也生小孩了 就只有我孩子 然后弟兄姊妹很多都关进我婚姻 所以也陪我玩倒 陪我诚心 然后陪我一起把婚姻就奉献给主 把家庭也奉献给主 过程中呢 弟兄姊妹也帮我介绍了一些弟兄 但是都失败了 经历一些失败之后 我就尝试认识一些不是弟兄的朋友 就是其他的时候我介绍 我也都去认识他们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样 不知道为什么 就有些关系就是 还没有开始就没了 不然就是很难跨越困难 就对人家说 我就是希望你可以成为君徒 然后我们再就是想下一步 然后他们就说 所以很多次说我就觉得说 奇怪我这么有义气 我只设一个表现 就这个人要是基督徒 对不对 那主也没有帮我找到合适的对象 那我就会一直这样子漂流 然后我就觉得很 心里就有点满月 然后我也跟主导道 我希望在婚姻的路上 不要走太多运回道路 但是实际上我就是一直在运回 对不对 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失落 我不是想要想要注意 所以我的姐妹她所说的那些 全部都是她自己的内心 但我们外人看起来 那时候外人看起来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姊妹 所以她要找到这一项的条件地 非常非常高 不然就是不想 根本不想去接触了我这个姐妹 对 对 那与其像鬼鹏这样子的 这些积极的追求 寻找另外一半 其实我对婚姻是非常非常的消极 因为其实刚刚之前有跟大家提到说 我害怕失丧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会觉得说 如果我再找一个对象 那之后 也许我下一代也会要面子 我们想到说 这种好像一直带来失落的感觉 我没有想到说 我可以从主内去的丰盛 而是我一直想到说 我害怕我这个失落 所以我很多事情 我根本不敢开始 那所以那一段时间 就是如果那段时间认识我的人 应该知道我那时候是成法 还狐渣 满脸的这样子的一个人 通常说 把这一堂上 总不会有姐妹的 都觉得这一堂 就真的有兴趣吧 那所以就觉得说 他这样子有这样子的一个好物色 其实我会觉得说 是还蛮不错的 但是其实真的就像 美虹说的 当你看到你的朋友 其实都是成功成功成功 结婚的 就是说 我好像生命当中 还是有点不完美 那其实呢 这过程当中 因为我跟她是小学 我们小学 我们六岁就认识了 然后八年 也没有第二个 我们一阵子也没有第二个 我们要更久的同学了 那这个 那这个 然后正好就是 就我的 我三叔三神 他们全家都在十五位同学 所以其实我三神常常说 哎呀 我们为什么有一个姐妹 好像是你同学 你怎么不去试试看呢 然后我堂妹 施恩 她也常常常讲的那些事情 所以其实那一段时间 我觉得我自己在台湾里面 有一些事业上 我说 哎 我好像看到我 然后带一个地球来 然后其实每次她想这个 我都会在那里炸一下 2019年的时候啊 我在工作上 接下来很重要的职务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想说 啊 反正 客人组就是没有要给我 然后 我就好好的在事业上目的 然后 呃 就 不要再想这件事情了 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我从来就是 我们从安平就 我从来就是 没有很喜欢参加同学会 然后 但是那一年春天 有个 有个同学就跟我说 他从美国回来 他说你也不是很好朋友 也不是说非常好 但我就想说 啊那既然你回来 我们就来办个同学会吧 然后我就找客人请弟兄 我们就说 哎我们要不要办个同学会 我想的 嗯 那所以其实 那一次我就从一个协办人 然后一直就是 应该一直有联络 然后我邀男生的同学 他邀女生的同学 招了同学会想办得起来 那我们当然也要确认说 哎我们招邀的人 真的是我们那一般的同学 就只有一个 有一个一级同班的同学 就我们可以反复确认这件事情 这还蛮不顺的 但是 但是其实我们 我们这个 真的决定办同学会的 那一周 当周 然后我的爷爷离世 那爷爷那一次 那一次离世 其实我 我本来就是说 这是一个蛮普通的同学会 因为爷爷离世 我没有办法来承担同学会 所以其实并没有想到 这件事情 最后变成一个我离世 是一个重大的转发 因为 我本来 因为我之前提过说 我外公离世的时候 对我受伤非常重 但是我还想说 爷爷离世 其实我大概是再一次感觉这一种 就是 痴青被拨离 我很受害 就是我们 比如说 然后要拿走 也会说 我爱着这个痴青 那我们想要说 那其实 那我就可以继续再体验 我们无欲则刚的人生 你也就是 我只要很清楚 你不想要什么东西 我其实 我的这一个身份很少一些 我就不需要面对那些问题 但是没有想到 真的在我们家庭 自己在聚会 在彼此分享 这一支 生的路程的时候 那我突然意识到 我突然意识到 这一个 它是从孤生一个人在台湾 然后到遗世的时候 其实 我是认为真理的道德 而尊啊 那我们觉得 一个这一个状况 那也像 刚刚 我刚刚刚 我分享的时候 一定迈子 如果死了 它就不再是 社稚报文 才知道 但是真的是 在爷爷的遗世 那一次的时报文 再做分享 我才真的意识到说 其实有些时候 你如果真的不放下 那我就算 在里面 一定保存自己 我就是 我就是自己一个 没有价值的东西 那如果 我不接受 主耶稣 放在我心灵中的恩典 当然 恩典 恩典是恩典 恩典不是舒服 不见得是舒服的事情 那我想说 接受主耶稣的恩典 如果我不接受 主耶稣的恩典 我可能能不能知道 主耶稣要问我去 所以我会开始 上去祷告 不当天父太上去祷告 就是 安排在我的心 当中的事情 有挺多尝试 所以我就能不能去祷告 好 那就 那一天的彼此礼拜 其实是 这个礼拜五的下午 然后 那晚上 我们自己家里 也做一个聚餐 那那个聚餐时间 其实就是 我觉得会来今天的时间 我实在不晓得 为什么 就是我们聚餐 结束的时候 我现在真的想不起来 我真的想知道 是谁开了 可能是我爷爷 有奶奶 或者是有妈妈 我说 你不是有同学 会吗 今天晚上 然后呢 一定要同学会 然后我就直接就来了一句 我说 哦 你根本不是同学吗 他今天晚上都参加吗 他说 那我们现在还早 你应该还没结束 你就 你怎么这里都结束啊 你去跟同学 那叫什么这个 接见面也好 然后我就 莫名其妙的 就突然想到说 我应该要去除这件事情 我们 你们这种人的 family 一看 你为什么不怕我敢去 敢去 这个同学会呢 但是 话都讲到 我说 我就 默然的就 我说 他梦的其妙就被趕过去了 他趕过去 晚了一点 晚了一点没错 然后再多多年 聚餐结束之后 居然会有一个after party after party 是什么东西呢 不想说 我也参加 他就说 居然姐姐就 一起参加 那姐姐的創面 都是一些比较安身的 或者是可以 这个 我觉得大家是在比较晚 比较没有加入 所以他们就开始疑问 说 诶 诶 到底有什么 择偶的条件 你择偶还是写说 嗯 他就讲了一个 很莫名其妙的事情 你要去 哈哈哈哈 我是说 我的条件 一 就是要清楚 二 就是这个人不能 太没有自信 对自己要有点自信 不能说 就是 没有自信的自己想 然后我跟大家说 我的同学能 听到我这些话 然后就这样 就跟着他 然后呢 就指着 旁边张学霖 就说 诶 他刚刚你不是国民 然后说 他就这样讲 然后 我那时候也傻了 我想说 喂 就 然后这个 我顺便还有一个同学 他就直接跟我 直接给我开菜单 然后说 诶 你们都是 你们都是纪录组嘛 你们都喜欢 你们也都喜欢 这一个 剧场中的那种东西 然后说 下礼拜上一个演员 叫什么 你就 你就找他去看电影 然后请他吃个晚餐 你们就可以 开食了 哈哈哈哈 其实 我那时候 我最近真的想说 我现在也在播食 我是要找个那么熟的人 但是 我真的拖了 我 其实反正拖了一个礼拜 因为电影还没上了 我拖了一个礼拜 我才跟陈彭约 那我也是 他答应了 然后我们也吃饭了 但是呢 我们在看电影过程 吃饭的过程 其实我们完全都没有感到 所以要交往这件事 但是 既然这件事情 在表告里面 做的 就是表告里面 什么好处 让我尝试的事情 应该要尝试 所以我冒着 我们以后 可能做不成朋友的 这种决心 我去 我就问朋友 你一定要分 要离开 这是Fake Bye的时候 我就问朋友说 诶 我们尝试 结婚为前提 做的 就是蛮交往的 不好 然后呢 我们居然就做什么 然后 我突然考了以后 我想说 诶 但是 但是 你刚刚好像有提到说 你直接下来一个礼拜 要跟妈妈 然后呢 你回来后 其实我要参加一个管车 所以 我们其实 说要交往开始 没错啊 但是我们怎么样 一个月以后才能开始 就是如果一般 一般的情侣 尤其女生的话 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事吧 一个人才会问 你说我们一结婚 请你们交往 但是我们一个月之后 再来开始 这一个月都不会见面 而且 接下来就说 哦 我要去参加 学校活动 两三个星期 都不太容易联络到 不是不容易见面而已 是 电话也不会联络到 然后也没有办法讲电话 然后 你传给我简讯 我看也不会马上回 一般人 应该立刻说 你是什么诚意 算了吧 但是很神奇 我那个时候 我就说 什么风 好啊 就 我情绪上也没有太大气 就是现在 我现在想想 就是神 因为照理来讲 我应该 会有太大气 但是我其实没有 就是 前后都没有 就是 就是 我觉得是神 在我里面 就是 做工 让我不要 当下就有这样子 毁了我自己 接下来要做17分 对 然后 就是也让我说 不在自己天然里面发品 那一个月就这样过去了 没有联络 电话说 一个月之后 就恢复正常 那我们就每天晚上一起读书 林书报 然后 分享生活 这样 那我一开始很担心 因为我们在不同的教会里面 长大 然后我们在不同的教会里面 聚会 我 就是 会看 就是我会担心 因为我们有很多不一样 然后还有很多需要调整 磨合 然后彼此适应的地方 但是真的感谢主 就是神的话 成为我们中间的连锁 然后 满岛生活过程中 每天都很享受 就是 基督心之用 我会担心 我们 然后再激励我们 那期间我眼光也改变 我就没有再看到他 没有的东西 还有那个 刚刚所说 邋遢的样子 然后每天穿了 邋遢 不是这本主 然后 不是那边谱 然后还有 我就是更多欣赏他经历的主 然后经历的主 还有对神的单纯 还有主 对 所以神真的是很 对家感情推华剂 所以我听说我自己的努力啊 十年 没有办法完成任何事情 神短短时间成就 我们从看那一天 到决定要结婚四个月 我十年做不到 神是用四个月做的啊 所以我们在 两个人世界里面啊 我们就是 我们两个人都在世界里面 循循秘啊 用用录录啊 漂泊啊 然后我们真正 步入婚姻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都39岁了 但我们都想要孩子 我们都喜欢 然后我们交通的时候 我们也说我们要孩子 但是我看我们 我身边很多 还有同事啊 然后身边的朋友很多 就是真的 比我们都年轻 然后也想要孩子 但是 都没有 就是 就是很辛苦 然后还是没有 或是好不容易很辛苦 才有 所以我就 有点担心 因为我即将附入 现在所说的那种 超高龄 超高龄 然后 时间机会 时间已经不够了 机会呢 就是你年纪越长 机会越少 所以我就只能 我们就只能 将这个信念 放在岛道里面 然后 虽然是这样 但当时我就是 一个很爱计划的人 对不对 所以我总是想说 我就跟弟兄 讨论啊 如果尝试半年 我们没有结婚 那我们就要做 一什么二什么三 什么四什么 看医生他干嘛 挑生一样 然后都想好了 这样回头看 就很好笑 因为 神还没有停下来 我们四个月 对不对 结婚之后 这个火箭式人生 就继续了 结婚聚会之后 一个月 我就怀孕了 一个月 然后隔年三月 我们就 迎接我们第一个宝宝 然后一件一件事情 就这样成了 这个月不是人 可以计划到 但是神 真是奇妙的 坐在我们的身上 两年半之后 又是第二个宝宝 就是这个宝宝 神又吃点 我们第二个孩子 然后我们天天都沉浸 在育儿的喜悦中 我们就每天很开心 人家说就是 有宝宝就会吵架 有一个第二个 就会吵更凶死 就有没有 然后有时候我会想起来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 就是身边的人 要跟我介绍 就是跟我 要 要 那种说 客情弟兄你不错啊 你可以 我们要不要试试看 那不仅是他没有主动 那我自己也是 看着他就想说 后面你以为 我就看他 我就想说 这这这这这这 太累太累 我就想说 跟这个女生体太累 我想说 我我我我 我这样子 我不是每天都是 为着 照样小孩的问题 然后生活的问题 然后我们每天都吵架 吵得不停 然后真实啊 事实上就是 没有发生 然后感谢主委 没有改变我的厌光 然后我们绩合观念 的确有不同 但是呢 我们有很多的不同 但只有一个 是一样的 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的孩子 要在教会中 我们的孩子 要认识神 这一个相同啊 就除去了 一切的不同 那我们的家庭生活 在我们家庭生活里面 可以天天享受主 然后我们天天享受彼此 对 对 但是有孩子的生活 真的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非常想 就是我以前都是在教会 玩别人的小孩 哈哈哈哈 我这样回家 都是自己玩自己的小孩 有些像这种在 如果他没有睡觉 就是在我面前那样抱 我就是三脚半 可能就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呢 如果是其他人的父母 我每天都会觉得 他好不好意思 但对于自己的小孩 有一点 羞耻心不一样 哈哈哈哈 我就每天 每天都在想做 可爱的小朋友 就这种生活 但是当然 不完全都是甜美的 因为有时候小朋友 就是会崩溃 那他们就是有一些 自己的流程 我就是一定要先 A再B再C 如果你把他的流程打乱 他就给你找在地上 哇哇哇哇哇哇 本来一分 一分钟能干完的事情 要给你搞三十分钟 他可能还躺在地上 继续哭 而且真的已经连续哭了 三十分钟左右 这样子的这个 就其实老实说 我本来觉得 我应该不能 其实做这件事情 但是看到孩子 这样子 我再重新想到 我过去的人生 我过去 可就是这样子干的吗 主耶稣那么爱我 但是就让我 但是我却想说 我可能我想要你的流程 我想要我的流程 但这个流程 不是好 不是完整的 不是好的 但是我一直想要 我的流程 所以我突然 我这 我应该是说 我觉得我孩子之后 真的让你更认识 更看到 主跟我的爱情 有多少 而且我到底应该 是实际上 做什么事情 所以我会用我 辨论的人生观 照我想要的方式 过人生 但是 甚至觉得说 主其实不够爱我 那我说得不够多 但是这真的是 非常的嘲笑 所以我曾经一直 不断的尝试 而是不断的尝试 而是不断的尝试 而是不敢尝试 因为我在已经尝试了以后 会失落 所以我在想象 更容易发生的失落 但是主 透过 就是跟我的公交网 然后我的家庭 那边是 就是让我发现 主给我们的 只要我们在主里求 后能真的 就给我们看 好 很坚持我们的神 是不故事的神 我在尋 我们啊 在尋求 我在我啊 他好像没有四个尋求 我在尋求 我在尋求 事实上 就我们都很经历 哥林多前书 二章首节 所说神 为爱他的人 所预备的 是眼睛 未曾看见耳朵 未曾听见 真心也未曾想到的 那我们的经历也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所求的神都 纪念 然后眼闭垂听 那我以为神没有看见我们需要啊 但是却没有想到 我虚度的那些年月啊 还有那些时间啊 都是因为我自己在盘算 就是我自己想要计划 但是神有祂的计划 那祂的计划 也远超我们所求所想 对 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见证 阿们 谢谢